你现在反感别人 磕你跟Rock的CP吗 不反感 不反感 是这样就是 我在录制的过程中 确实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子 就是我不太喜欢大家起哄 或者是推着我去做什么事情 我会一直在抗拒这件事 而且我会开始质疑对方的动机 但是现在 就是节目也播出了一些 我自己也有在看 然后我也会跟Rock一起讨论 说你看这个挺好玩的 然后包括我妈妈看 看到现在播出 就是她也觉得 嗨嗑起来好开心 就是很想知道有些什么 她也会嗑你和Rock吗 她嗑所有人 然后激情参与守护心 那个猜测什么的 行行那你跟Rock咋样了 就是我有下了节目 她有约我看电影 结果她还发错地址 然后就是不太对 然后后来我也约她看电影了 结果就是男明星迟到 耍大牌 就是我们还是会约着见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早餐煎蛋这件事后来发生了吗 后来 对就有煎蛋什么类似的 因为你不是特别细心的 卡了好像 你要装这种问题不停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好 是说早餐什么 早餐煎蛋 因为你特别动人的就是 你为Rock做的那个早餐的煎蛋 是吧 然后Rock也希望她每一餐都是热的 后来还有类似煎蛋这样的事发生过吗 完了又卡了 卡住了 断的非常及时 信号很差 那我们就改日了 我现在能听见 现在好了 听到了 快来 我累了 快点 你问 爸老师 你问 现在好了 煎蛋 后来这件事情 是不是又发生了 煎蛋 我听见了 就是 就是 后来 我知道大家想问煎蛋的事了 我没有后来给他煎蛋 但是 我有跟他约去 就是他录vlog那家早餐店 我们俩有去吃brunch 一块吃早午餐了 可以 可以 很浪漫啊 可以的 然后有在吃早午餐的时候 还偶遇了那个 就是露营跟雅南 这方面口供是对的 这方面口供 还对口供 然后我们后面就一起去了趟超市 对 口供一致 对下了 相似